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媽祖慈悲大家好 有五位同修 在我們義德媽祖同修會的官網討論期 問師顧問說 他到廟裡去 有看到主蓮花寫著長轉道輪 長轉化輪 他就買了五斗來回饋 就是禱告 希望自己的父母身體能健康 接著他來問顧問說 那個主蓮花的意義是什麼 那這個回饋他買了五斗主蓮花 是來送給自己的父母 還是要供養給這個神火 應該是怎麼樣的做法 那他的問題是這樣 我可以稍微跟他確定一下 跟他訂定清楚一下 那問顧問說 燒主蓮花它的意義是什麼 效果可以得到什麼 然後呢 主蓮花是這個效果呢 是來供養回饋加持父母 還是應該這個主蓮花 直接來供養神火 來請神火來加持父母 整體健康 那我首先先講 我的個人的所學所知 我們又知道呢 不管那個靜土宗 那觀音菩薩 那我們的法門呢 觀音有教我們 那觀音有教我們 修行的九品連臺 精進九品連臺 一階一階一階我們有九品 那在靜土宗西方極樂世界 你構思的時候也分九品 分裏心不是平等í 未接 九等 这个九等就好像是法界性 你的法界性在哪个阶位 这个法界性是来自讲 这一记你的福跟你的慧 所以我常常讲修行 就主要增进自己的法界性 法性的自然力的一个提升 那修行只有两个重点 一个行善不失直接求福报 就是这个福 另外一个是静心 干净的静心 当你的静心以后 定心以后 安静的静心的定静安立得 你自然就会起慧 你的慧就会起来 所以在修福慧 你福慧过来 你的法界性就会提升 所以你的联品 九品联台 每一品每一品就开始上升 所以烧莲花的意义代表 就是修福慧 来求智慧 还有福报 然后我们把莲花烧起来 祈求神明 把这个福慧 加持到我们的父母身上 那有福有慧 活度有缘人 那这个有缘就是 有福有慧的人 活就会度他 所以我们来烧莲花 增加我们父母的福慧 自然呢 父母有福有慧 活就会度他 活度有缘人 所以烧莲花整个提升 滑界性 所以你烧莲花的时候 五朵莲花摆在这边 你来祈求神明 父母身体能健康 就是烧莲花的效用 的能量 这个福慧 那你会提升滑界性 这个效能呢 是要加持给你的父母 那你父母的滑界性自然力提升 他自然 活就会帮助他 就有神火的加持力给他 因为他的滑界性提升了 就可以接受到神火的加持力 那每个人都有因果啊 对不对 那因果是来自于你的滑界性 你福慧过了 你的因果都是善因 善果善报 所以福慧啊 你有福慧啊 这就是好的 你们会生病呢 会有灾难 就是福慧不过 滑界性太低 所以在人道当中 受苦受难苦海当中 所以要度你脱离这个轮回 你必须有福有慧 就是提升你的滑界性 所以莲花就是提升你的滑界性 就是修行九品联台 一阶一阶的提升 那你提升呢 你就有神火的加持力给你加持 给你加持 所以你招莲花的这个功德 是回馈给你的父母 父母的滑界性提升 福慧过 那神火会加持 他红火的加持 就是过 那他就可以消灾解烂 身体健康 所以我们供这个人花 是供养佛 表示我来求福 求慧 然后这个福慧 这个能量要给谁 是你祷告 看你要回馈给谁 所以你帮那个人烧的 所以老实讲 你供养 供养你的父母 帮他福慧 祭钱 提升他的福慧 让他滑界性提升 提升以后 再求神火给他加持 他就接受那个能量了 神火加持力就有了 顾问就在这边 已经讲得很亲耻 我们去烧东西 其实都有目的的 我们来拜妈祖 来念妈祖 求妈祖 得安乐 这个安乐 就是我们的敬得也满 敬得也满 是我们旁边所有人 我们也求他们平平安安的 我们才能有快安乐 平安快乐 那父母不安 父母不快乐 我们也不会平安 也不会快乐 心也安不下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烧这个莲花 就来求了 那其实这个烧莲花的能量效果 我们就供养到我们想回馈的人 神怎么会去要你莲花 祂已经高高在上了 你何德能能可以帮神提升法这些性能 还有人拿很多好吃的东西来供养妈祖 请问一下 这个东西是谁在吃 妈祖会吃这个有形的东西吗 不会 那是你的心 你代表你的心意 诚意 正心诚意 用有形 就是神火无相 可是相为相 用这个相 用最好的东西 用最好的东西 我们尽可能用最好的东西 来供养我们的三宝 就是一个相 代表我们的心 那这个东西妈祖会享用吗 你烧莲花 妈祖会得到个莲花吗 他会得到你的福慧吗 不需要嘛 那福慧是为你父母烧的 就供养你父母的 那你父母会过了活度有缘人 生活的家族力就会度他 那能量会给他 那法界心又起来了 所以你烧莲花的功德力 就转移到你的父母了 那你父母的法界心要高 要能接受 如果他法界心可以低 就出生到再低 他受不到的 他受不到的 他必须他也是一个慈悲的人 善心的人 才能接受 也就是同样他要向上 往上走的人 他才能接受到你的束缚 生活的加持力给他 他能接受到 他才能提升 所以 我们所有供养的东西 是有形的 你自己在ativo 樑 incredibly 就是 demi 接受到 心中 贵 所以 这里 這個生活的加持力 他能不能接受它 決定在他的法性的自然力 所以他的法界性要過 要高 才能接受 所以我們常常講 有錢的人會越有錢 沒錢的人會越沒錢 法界性也是一樣 法界性低的人 一直墮落 墮落 媽祖要救他 就很難 接受不到 法界性高的人 馬祖稍微稍加一個提示 他就知道了 他能量就會得到很多 就開竅了 所以趕快跟神火在一起 跟神火在一起 那個儲藏 我們的儲藏會很快的 略變 跟神火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念馬祖 拜馬祖 求馬祖 常常念馬祖 拜馬祖 常常也求馬祖 乃得安樂 那煮蓮花 燒蓮花的意義 就是求虎求慧 這是求虎求慧 就是增進自己的法界性 所以要增進自己的法界性 看到蓮花就知道 我的心 我的身 要堅持向蓮花出污泥 而不然就是敬心 然後再加上行善 做福報 好 我們的法界性 作為體型 以為我們福慧祭前了 以上是顧問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慈悲 媽祖慈悲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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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 太好了